欢迎收看全方位理财家把好知识给大家 在上周节目我们谈到了关于那个犹太的金融家 那比如说刚刚确认F1级主席的波兰克 还有勤认的就格林斯潘 以及正要接任副主席的费选他们都是犹太人 那事实上在美国官方曾经担任这个要职的犹太人 史上最为位高权重的这一位就是季辛吉 他被称之为第一国务卿 那么其实他对政治的一个影响力还比不过另外一位犹太人 那个就创造了共产主义这一个马克思 那原来这个共产主义之父也就是犹太人了 除此之外关于这个现代宇宙科学之父 这个也是犹太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爱因斯坦 那爱因斯坦就当年从欧洲逃到美国来的 这个所谓犹太裔的一个科学家 又是说你没有念过他的相对论 那应该你有上过那个脸书Facebook吧 那Facebook他的这个年轻的老板马克佐克勃 有人讲了他帅气的模样简直就像古希腊的雕像一样 但是别误会他可不是希腊人 他是美籍的犹太人 可见这个犹太名人何其多呢 那尤其是收看我们全方理财家的观众们 自然会关切全球金融投资圈嘛 那么素有这个所谓国际金融大二支撑的这位索罗斯呢 那告诉你他们家也是当年逃离那个纳粹独守的一个犹太人 那说起来尽管说这个索罗斯他的一个量子基金 曾经造成风靡 毕竟他也没有当过全球首富 那你晓得吗 在19世纪的时候 全球首富就是属于犹太家族 这个家族我们在上个礼拜有介绍过 就罗斯财德 那其实罗斯财德是这个家族的一个姓氏 那至于那一番丰功伟业的一个创始人 到底是谁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图表介绍 来大家看到这么一位叫做迈尔阿姆谢尔罗斯财德 这个名字相当长的 那么这一位就当时这个所谓他们一个宏顿家族的一个创始人 罗斯财德 这个罗斯财德如果德语去翻译的话 意思就是所谓的宏顿 为什么用德语翻译呢 那告诉你 这位迈尔阿姆谢尔罗斯财德 他就在1744年当时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 一个犹太家庭了 那么就是由他建立了现代化的一个金融制度 所以他被称之为什么 国际金融业支部 这个上个礼拜有介绍过 那我们也讲出过当时一个历史 他派到儿子到了英国去 而且后来入了英国籍 并且资助那个威林顿将军 打败了拿破仑 那么所以被撤崩为这个所谓英国的贵族 进而还掌控了这个英格兰银行 英格兰银行就是英国的中央银行 那么后来呢 他们成为19世纪的首富 那么这个首富家族 一直到20世纪了 才换成这个首富才换成是美国 美国的石油巨子 也就是这个洛克菲勒 才成为全球首富的 那去年就有一则新闻在讲说 这两大家族呢 他们正在进行合作 那至于那个货币战争的一个作者呢 就是宋宏斌 他不在指成吗 说罗斯财德这个金融世家呢 已经操控这个世界 长达200年了 包括那个两次世界大战 乃至于美国总统被暗杀的事件 他说都是这个家族了 那为了自身利益在背后 所策动这个阴谋 与其说啦 这个是宋宏斌他自己呢 可以调查出来的一个真相 吴林说啦 类似这样的一个谣传呢 其实在西方原本就存在了 那为什么要散播这样的个谣言呢 最主要动机是基于反犹太主义 那是不是为什么要反犹太呢 话说呢 在当时罗马时期的时候 那么这个犹太人呢 他们就离江贝勤之后移民到欧洲来了 那由于他们大部分人 他们都读书四字啊 知识水平比较高 所以自然就受到贵族的一个重用嘛 所以在他们的一个比方说在他们地位啦 生活水平上比当地老百姓都来得还要好 尤其他们擅长于做生意 还进行这个货币交易这样的一个 这方面的一个金融业务 所以就训练成为金融常财 因此还致富了 你说啦 像这样外来移民太有钱的话 难免就遭到人家的一个眼红嘛 尤其是在欧洲盛行基督宗教之后啊 那么这个所谓反犹太主义者呢 自然就会大举去宣扬啊 说当年呢 这个犹太人如何呢 去杀害这个耶稣这样的一个群结 所以这个样子的话 引发了好几波啦 在欧洲所谓这个基督徒去驱逐呢 那个犹太人的一个运动嘛 赶来赶去到后来呢 大部分犹太人被赶到哪里去 赶到那个波兰 所以波兰就成为犹太人的一个大本营 于是乎啦 后来也才发生了 那个所谓德国纳粹 在波兰呢 大举屠杀这个犹太人的一个惨剧 来我们看一下图表好了 给大家看到这个相片呢 话说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爆发 就是在德国 它当时的闪电战嘛 那等于闪电战当时 他们占领这个波兰 才引起公愤 而更加令人法指的是 他们在波兰呢 这个纳粹在波兰广设这个集中营 像这里 你看到这个地方最有名的 叫奥斯威星的一个集中营 那么在这个波兰境内 犹太人就陆续被送到这个奥斯威星 这个集中营来 不是在这个地方 把他关起来吃饶饭 而是等着被处决啦 在那期间总共大概就六百多万的犹太人 在这个欧洲被屠杀 这里就主要的一个代表处 所以这个集中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把它列为什么世界文化遗产 当然不是正面的一个遗产 这个等于是人性最丑陋最负面的一个证据所在 那么在这张相片里头 你看到只是集中营的老板而已 至于那个处决的地方 来看到下一张 来你看到第二张相片 那么在这个地方 这里才是联合国刻意保留到现在 所谓杀人的毒气势 就在这个地方密布通风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部分 所谓兰云老幼都集体把他们给毒杀 那当时希特勒他就颁布了 犹太人最终的一个解决方案 说穿了也就是关于犹太人的一个灭种的一个行动 那因为所谓的一个纳粹主义 就是要奉行一个民主的国家社会主义 那希特勒眼中最优秀民主 就德国的亚利安人 那相对来看的话 最劣等的民主就是犹太人 所以希特勒他讲了 这个是不配活在世上的生命 怎么会有人厌恶犹太人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 这个说起来的话 跟这个16世纪的德意志的宗教改革家 马丁路德也有关系 那么话说在马丁路德之前 欧洲只有这个天主教 跟这个东正教的一个区别 是在他之后才兴起这个基督新教 那问题就出在了 当时这个马丁路德 他就要拉拢犹太人 来改信基督教不成 还眼睁睁的看着 这个所谓犹太人去占领了德意志 这样的一个利益跟这个资源 反倒是当地老百姓名不聊生 比如说马丁路德 说起来的话他开始口诛笔伐 批评这个犹太人 说他们本身是祸害是魔鬼 是他们给这个德意志老百姓 带来最大不幸 他说恨不得把他们打倒在地上 然后拿愤怒的剑 一一刺穿他们胸膛 那这个就算是马丁路德当分事技术 这样闹着玩的 但是没想到后来希特勒 把他当成剧本真实上演 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大户主力在哪里 主力筹码分析软体 把拉力赢家 能清楚掌握大户主力筹码 让你用最简单的方法 跟着主力进出股市 轻松赚钱 赶快上网查询 近日主力动向 深田药庄高纯度玻尿酸面膜 全方位理财家 把好知识给大家 欢迎大家回到全方位理财家 我们先继续 刚才还没有讲完的部分 话说在当年 这个所谓纳粹头目之一 有一个叫尤里乌斯 这个尤里乌斯 他在这个战后 接受这个国际法庭的公审 他为自己辩护说 他说你们要是有看过 马丁路德他所写的 犹太人跟他的谎言 那么今天在这里受审的 将会是马丁路德 那么这个样说来的话 就是说马丁路德才是害死 犹太人的元凶吗 那你可知道 其实马丁路德 他所创造这个基督新教 他如今大本宁在哪里 大本宁就是在美国 然而美国就成为 最包容犹太人的一个地方 所以可见造化弄人 有时候也匪夷所思 那就好比说 其实曾几何时 那几乎要被灭种的 这个犹太人 他们已经成立 他们所谓以色列的国度了 除此之外他每年还颁发一个全球性的大奖 这个大奖就叫沃尔夫奖 那么得奖者 他们的国家还予有荣誉了 告诉你 今年这个沃尔夫奖 我们台湾 台湾人榜上有名 这个翁启卫他刚刚获得了 这个沃尔夫奖 这个化学奖 那么他准备在5月份 就要到这个以色列去 接受他们颁发这个奖项 那之前我们介绍过这个翁启卫 翁院长 那么他是留美的有机化学博士 那么回台之后 他已经担任两届的这个中研院院长了 那说起来的话 他是拥有美国跟台湾双重国籍的 现在获得这个以色列 所颁发的学术性的一个大奖 沃尔夫奖 来我们看看图表好了 跟大家来稍微介绍一下 关于这个沃尔夫奖 他成立于1976年 是谁所创办的呢 创办者他本身就犹太人 这个犹太人名字叫做 Ricardo Orb Ricardo Orb 所以用他名字沃尔夫 来命名 那么这位沃尔夫呢 他本身是犹太的工业巴民家 其实他也是成功的企业家 所以才有钱呢 可以这样成立这样的一个奖项 那每年这个奖是由 以色列总统来颁发的 所以举足心中 那么以色列总统现在是叫 培瑞斯 培瑞斯他曾经也获得过什么 诺贝尔和平奖的 那还有这个沃尔夫奖 他并称为什么 诺贝尔奖的前哨战 也就得到沃尔夫奖的 这一下子就更有条件 更有机会可以获得 所谓诺贝尔奖了 那么在台湾曾经获得 这个沃尔夫奖的台湾人 有谁 比方说杨祥巴 杨祥巴是何许人员呢 这个前中研院的副院长 他曾经得过什么 农业奖 所以你就看到了 这沃尔夫奖里头奖项跟诺贝尔奖 不太一样 还有农业奖 另外还有包括邱承彤 这个是我们中研院的院士 他得到什么 数学奖 那么最新的2014年 就是由中研院院长翁祺慧 他得到化学奖 那么这一则新闻在我们国内 似乎也没有大幅报导 又是说哪天 这个翁祺慧真的可以得到 诺贝尔奖的话 那一下子大家才会惊为天人 是说他何德何人 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殊荣 那么我也给大家了解一下 比方我讲一个人名好了 瓦特 我像瓦特大家都认识了 就当年发明那个蒸汽机 应该讲说他改良蒸汽机 然后才掀起了人类史上 首度的一个工业革命 那关于这个翁祺慧 有人现在就把它形容 把它比出为瓦特 说是这个生医领域的一个瓦特 而且正在进行一项 唐科学的一个工业革命 其实在之前也就是我们前中研院院长 那当时李远哲 把这个翁祺慧延朗回国 又让他来主持糖分子研究室 那研究多年之后 终于可以获得以色列所办法 这个沃尔夫奖 沃尔夫的一个化学奖 也就肯定他对于这个多糖体 以及糖蛋白这一方面的一个研究贡献 那如果说到瓦特对人类的贡献 是在于他当年改良蒸汽机成功之后 让人类从所谓手工时代 进入到机器制造时代 那么话说回来了 那请问一下 那我们这个翁院长 他所谓进行糖科学的研究 那到底有什么地方 可以跟那个瓦特的相提并论的呢 来我们看图表好了 来给大家进一步认识一下 相信大家在媒体报章杂志 或者电视里头常常也会看到了 关于我们中研院院长翁祺慧就是他了 他是1948年生的 所以今年是66岁 说起来他是嘉义人 不过拥有双重国籍 那么他进行所谓糖分子的工业革命 所以说起来他是属于生医领域的一个工业革命 那他发明了什么 一锅式的合成法 那又被称之为什么 城市化一锅式反应 到底这个什么东西 就第一个自动化 可以合成多糖体的一个化学方式 也是目前唯一可以大量而快速合成寡糖的一个方法 那原本要有人工来培养寡糖的话 需要耗持多久 大概两年时间 需要两年时间 透过他这个所谓一锅式的反应 隔一个小时他就可以合成了 这样试问了 这本所谓的一个糖科学的快速进化 对人们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简单讲了 他可以让我们人们呢 我们可以提早数十年去找到解决困难疾病的方法 可以提早数十年找到解决困难疾病的方法 那请问一下所谓的困难疾病比方说好了 像癌症就是一个致命的困难疾病 那根据在我们台湾去年的一个统计资料 每5.8分钟就有一个人罹患癌症 那同时癌症在我们台湾已经残联 所谓十大 国诊十大使因 第一名的十大使因之手已经超过多久了 30年的时间了 那么翁崎卫他并不是医生 那说起来他是一位科学家嘛 不过他已经陆续去发掘了 这所谓癌症细胞跟糖类 乃至于跟他抗体细胞之间 他们的关联性 那我干脆这个样子讲好了 也就这一门所谓糖分子科学的话 他是要开启那个基因细胞以及这一个所谓疾病之间这样的一个金钥 你只要有办法 有办法去解决这当中解开他们之间的一个关联性的话 那就有办法去解决这所谓困难疾病的一个预防方式 所以这个包括什么 包括所谓的癌症 预防癌症都有办法 透过到时候人体自动的一个免疫系统 然后所谓的一个这一方面的一个免疫疗法 也就是说你可以精准的 精准去杀死癌细胞 预防这癌症的一个发生 我记得我跟他引述过了 这一个翁院长他的一个 他的一个说法 他说我们台湾在肝炎以及这个癌症的一个免疫疗法方面的一个研究 已经有过人的一个表现 甚至还走在所谓时代的一个前端 真的吗 来我们看一下图表好了 给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可以自我肯定的地方在哪里 其实这个是一场所谓的药物革命 而这个革命现在叫什么 免疫疗法 免疫疗法 那么化学药跟蛋白质新药之后 现在开始进入所谓第三个地平线世代的革命 也就是说化学药是属于第一 第一世代的革命 那蛋白质新药是第二世代 现在进入到第三个地平线的世代革命 也就是免疫疗法 他是透过特定的药物 训练增加人体免疫细胞 然后可以毒杀细菌甚至癌细胞 所以你就必须要了解到癌细胞跟糖类 乃至于抗体细胞之间 他们的一个关联性 那么透过这一门所谓的糖科学 可以创造癌症的疫苗 所以像之前我们不是有提到一个东西叫什么 Global H Global H这个东西是1983年当时日本教授 在乳癌细胞里头所发现的一个糖类 那么这翁院长透过Global H这个抗原 为我们的一个抗癌这个技术 已经打下深厚的一个基础了 所以说这个所谓抗癌免疫疗法的关键 就在谈科学 那么哪天要是抗癌这个疫苗可以纷纷上市的话 就连台湾我们都有制造一个能力 那么到时候有朝一日 癌症就可以透过免疫疗法把它给终结掉 大家不要认为我在这个地方讲的是天方夜谭 其实说起来的话 这是一门新鲜学 说起来这个所谓的一个免疫学的话 它在我们人类史上存在多久了 存在大概两百年了 要是说现在我们称之为所谓的新鲜学 是为了要对付那个所谓的第一致命的杀手 也就是癌症的话 那么两百年前 这个免疫学的诞生是为了要对付什么 那个时候是为了要对付那个可怕的天花 所以这个就必须要讲到免疫学之父 这个免疫学之父 它名字就叫做爱德华詹纳 像现在小朋友不是要施打预防接种牛痘吗 那这个流动疫苗其实就当时它的一个创举 那么这个就为了要避免什么 为了要避免这个所谓感染到这个天花的一个病毒 那么说起来的话 大家现在可能现在人会觉得说 这个天花好像很陌生一样 因为天花已经在人类生活圈里头 形同它已经绝肌了一样 但是你只要掀开了 这个所谓天花的一个侵害史的话 你何然会发现它已经荼毒人类长达三千年了 这个打从当年可以说三千年前 那个所谓埃及法老王拉姆希斯五世 他的一个木乃伊里头就可以发现可以证实 他在生前曾经得过天花 然后这个所谓强烈的一个传染病 就从埃及当时古埃及 就把它扩散到中东去 那么想当年不是十四军东征吗 他们曾经打到耶路撒冷 改循归来之后同时就把天花病毒带回到欧洲来 而形成大蔓延 后来哥伦布不是发现新大陆吗 后来所谓欧洲人登陆之后 他们怎么征服美洲的 告诉你 就是因为天花这样的一个传播 结果害当地的原住民大概死了一大半 这个还包括到中国 你知道满清入关之后 其实他们付出一大代价 大批的满人就是死于天花 包括顺治皇帝同治皇帝 其此他们就是因为染上天花而上命的 那么这个天花在1970年当时才被终结 在终结之前大概100年的一个统计 人类大概3到5亿人 100年期间3到5亿人都是死于天花 因为天花它的一个致死率高达2至4成 就算说你没死的话 也会留下所谓永久性的蒼巴 一直到现在人类还没有办法找到 真的有办法治愈天花这样的有效方法 只能透过所谓的预防 所谓预防重疑治疗 到底要怎么去预防他呢 这个说到这位英国的医生爱德华詹娜 他发现了这一张秘密 怎么发现的 来我们看图表好了 你看到这位就是所谓免疫学支部 英国的医生他叫做爱德华詹娜 他的年代是在1749年到1823年 那么起先他是调查发现说 挤牛奶的女工竟然都没有天花病例 挤牛奶的女工为什么不会得到天花呢 但是这些人他们曾经感染过牛痘 牛痘病毒说起来的话跟天花病毒 他们是近亲 那么要是跟牛吃接触的话 有可能会感染给人 但是得到牛痘的并不会致命 反而能对天花形成免疫 所以在1796年当时这个詹娜就把研究心得付诸于临床实验 他就在一个八岁男童的手背上把它划下伤口 然后他就把牛痘的这个农资把它接种植入 那么在六个礼拜之后康复了 这个小朋友康复之后 他再把这个天花的病毒再把它注射进去 结果他真的可以免疫 没有被感染 所以他就大量去培植了这个牛痘疫苗 要帮人家接种 但是在当时大部分人都拒绝接受 为什么 心里讲说我没有病 或许会给你种出病来 更何况当时的一个民间在谣传说这个种牛痘的人改天会长出牛角出来 那么这一个詹娜 这个詹娜医生为了要辟谣 所以他公开就拿自己的儿子以身作者公开示范给他儿子接种牛痘 结果他老婆因此气得抓狂差点跟他离婚 可见在当时的人们对于这个创举所谓预防接种创举其实相当排斥的 这个成长是历经了大概一两个世纪 医学界的推广之后 才有办法把这个可胖儿子面的天花 把它给终结掉 既然人们有办法终结这个极其复杂的一个天花病毒 你想得吗 天花病毒它的DNA里头 总共有两百个基因 既然这样你都有办法给终结掉的话 想必未来人们有办法终结癌症 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传承多年的好味道 壮元楼 经典江镇名菜日式料理给您最优惠的价格 宽敞气派的环境 尾牙春酒最佳选择 内湖区瑞湖街109号壮元楼26272627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深田药庄高纯度玻尿酸面膜 欢迎大家回到全方位理财家 把好知识给大家 欢迎大家回到全方位理财家 如果说现代人疾病 这个癌症他是第一杀手的话 那么你可以看到三千年来 其实荼毒人类另外一个杀手 也就是天花 但天花终究已经被终结了 透过刚刚我们所讲述的 这个爱德华战娜的故事 是他发明了预防接种牛痘 再加上医学界大力的推广 才终结天花的 那么说起来这个天花疫苗 这个所谓流动疫苗 已经诞生200年了 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诞生 那个所谓防癌的疫苗呢 其实在上次节目当中 已经有讲述过了 瑞士的罗氏大药厂 他们已经推出了 关于预防乳癌的 这个荷癌品 这个都已经上市了 关于我们在国内 由我们翁院长 他所主导的糖科学的研究 已经授选台湾浩顶这家公司 正在研发新一代的免疫抗癌的新药 这个就属于什么 预防医学里头重要一环 而预防医学 它就是一门新鲜学 尤其现在是美国在带头 把预防医学跟高科技 进一步做一个结合 在前不久 不是在美国Las Vegas 举行CES消费电子展吗 这一个所谓的健康数学产业 大放益彩了 说起来 这一个所谓的商机 不是美国人独享而已 包括我们台湾业者也要要浴室 你可以看到像华硕 他现在跟那个信邦 两个合作在做远端照顾 另外看这个加斯达 还有跟这个五顶 他们合作提供给这个糖尿病友 管理这个血糖的一个管理服务 还有包括省打 他要切入洗肾的一个系统 也就是说 这个所谓预防医学 改天不再只有这个生技医疗 他们的领域而已 包括这个所谓高科技电子公司 其实是准备要一要浴室 要切入这个大商机 在最后一段话 我不在节目目了 该一同做一个分享 感谢收看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下来打鼓也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